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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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加州 帕斯德納玫瑰花車大遊行 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歲月 全世界有150個國家和地區參加過 現在每年的現場直播 有超過4億的人收看 是世界影響最大的花車遊行 一年一度的 帕斯德納玫瑰花車大巡遊又來了 天下衛視作為全球唯一話語直播媒體 將會在明年的1月1日 為你原汁原味地呈現這次巡遊的盛況 而為了讓大家更加了解玫瑰花車巡遊 在接下來幾天 我們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玫瑰花車巡遊的歷史 以及製作等等 今天首先和玫瑰花車巡遊的歷史說起 加州帕斯德納玫瑰花車大遊行 和紐約時代廣場大蘋果道計時 以及納蘇維格斯隨直夜的煙火 被稱為全美新年三大慶典活動 每一年都吸引數以萬計 來自全球各地的觀眾 帕斯德納花車大遊行 開始於1890年 到目前為止已經辦了123屆 19世紀末來自歐洲的新移民發現 南加州有溫暖如春的冬天 以時在1890年1月1日 帕斯德納玫瑰的一班居民開著五彩繽紛的花車 穿街過巷 而在未來幾年 指日活動越來越大 另外在1895年 當地政府更加成立了玫瑰花車大遊行協會 專門負責遊行慶典和相關活動 從那個時候開始 花車遊行就成為了傳統 甚至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也都從來沒有間斷過 姚偉每年遊行而恩選出來的 玫瑰皇后和玫瑰公主活動 也都成為了附近城市青少年的城市 玫瑰花車顧名思義 就是用玫瑰來裝點車輛 一部花車需要的玫瑰等等各種花位 高達兩萬多朵 甚至是玫瑰花就有五十幾個不同的品種 另外還有水仙、屈甘香等其他花位 還需要各種各樣的菜籽、豆類 好像是玫瑰、紅豆、綠豆、核桃和菊 以及樹皮來裝飾 一部花車從設計、製作成本 大概是五到三十萬美金不等 有些甚至更高 由於花車材料大部分都是新鮮的植物 裝飾的時間要恰到好處 因此每年12月最後的兩個星期 需要大量的義工日夜不停地加班加點 將玫瑰花和其他花瓣一瓣一瓣貼上去 新年1月1日一早 就會呈現給來自西街各地的觀眾朋友 天后衛視王蔡徐智芬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